过来一次接过一下 让他进去他坐轮椅比较不方便 被关押超过五个月 刑事战将李明佐首度出庭应许 不要太高兴 稍微放一下 他坐着轮椅一出现就拿一张白纸 遮住自己的脸 右脚踝跟拇指包扎起来 左脚踝也有伤势 不过侧面能看到他面无表情 似乎相当的落寞 跟过去担任台中市行大大队长一比 当年意气风发开记者会宣布破案 更容身为刑事局警政监 有着刑事战将的封号 如今却沦为接下囚 明显判若两人 去年二月台中地检署指挥 台中市行大侦办九州集团旗下 钢股公司赌博洗钱案 当时李明佐就是担任行大大队长 跟全台最美董事长徐培金过从胜命 他竟然当起内鬼 将侦办的方向透过徐培金 泄露给业者 让他们一夜搬空机房 还潜逃出境 害警方收网失败 九州集团总裁陈振古 为此还送了一瓶要价258万的威士忌 另外还有一辆462万的高档休旅车 以及免费住台北新一路的酒店套房 警方发现 李明佐名下有高达4451万的财产 来源不明 依照贪污泄密以及组织等六项罪名 将他起诉 首度开庭只开了40分钟就结束 李明佐再度遮着脸离开 庭上他指认公务人员财产不明 一共有2217万 否认有收受贿赂 还当庭呛法官 你逻辑有问题 其他像是酒跟茶叶都推给徐北京 他自己完全不知情 伯利克被检察官打脸 说他手机里面就有价目表 而李明佐除了绞伤坐轮椅 最近也已罹患脊椎肿瘤 向法院申请停止积压 不过法院沈卓 他曾担任的警官职务 加上和其他被告说辞误差极大 因此不会申请继续延压 将等待案件调查结果出炉 东西人谢中华陈泰佑在台中采访报道